誒 大家好 今天的影片是要證明說 我這一支改造後的電紋拍 使用了三個月之後 電容的 電容紙是不是會有問題 還沒訂閱的朋友請到右下角按下訂閱 我們準備開始 這一張是我之前花了一點時間把電路圖畫出來 今天主要是要把這三個電容的 電容紙量出來給各位看 因為這支電紋拍我已經改過電路了 這一個輸入電壓我已經改成九福特 九福特的話他打昆蟲的話是比較厲害 他直接一打下去就死了 然後有朋友質疑說 你這樣電容會 這個電容會故障 那我今天就來測試給大家看 首先你們那個電錶的話要切到這個 這個電容檔的位置 記得要量之前有沒有 電文拍的 電要稍微放一下電 因為這個電 電很大 所以我們要稍微放一下 放完電之後就可以開始量了 我們先來量 左邊這一個第一個電容 第一個電容他腳在這上下 我們就量這上下去 你們看到電表上面顯示 22.8 22.8 好 再來換另外一支 第二個電容 第二個電容在這邊 我把它拉近一點 第二個電容在這邊 我們現在量第二個電容 也是量他上下的位置 也是量他上下的位置 第二個電容 第三個電容在這邊 第三個電容在這邊 靠近這個 中間這個地方 這個 這一個 這條線有三個 第三個 第三角這邊 在這邊 找到了 在這邊 找到了 有沒有 這個位置 然後他的 上面 看一下數字 1.65NF 這三顆電容都正常 而且我昨天 昨天有拍一支 正名電壓的影片 也是正常的 他也是會可以產生 三倍電壓的輸出 所以說 我只是用乾電池稍微 改造 小小的改造的話 所以說 不至於會傷害到 電子零件 如果說你用其他電池 我就不敢跟你保證 好測試完電容之後 我們來檢查 那個電容的正面 我們把這個 IC PC版 翻過來 給大家看 你們看 這個電容也是 這三個電容 都正常 這個字比較大 這個 這個叫 麥拉電容 你看 麥拉電容在這邊 很漂亮 都沒有問題 而且他這個 麥拉電容 這邊有寫 2KV 1KV 也就是說 他這個可以承受 2KV 2KV 的電壓 昨天我們量出來 這個輸出的電壓 才多少 才幾倍 才1000出頭 所以說你說電壓 超過2000 這電容才會爆掉 你們電壓 輸出才1000多 你要爆 怎麼爆掉 我真的不知道他要怎麼爆掉 他電壓已經 在他2000以內 所以你們用乾電池 裝上去 昨天我也去量這個輸出 輸出大概1000多 1100 1200左右 還差 2000還差很多 根本 根本沒有 不到 還沒到2000 大概1000 1200 1300 最多1300好了 但離2000 也是安全值裡面 所以你們說 這個電容會爆掉 我真的是覺得很懷疑 所以我今天證明給大家看 喜歡我的影片請到右下角按下讚 我們下次見